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引力波与众不同 它是舞台本身的运动 实际上最初大家完全不是这么想的 像牛顿那个时代 这个时间和空间是个很简单的东西 时间就是均匀的流逝 空间就是均匀的绵延 所以我们现在把牛顿的时空观 称为绝对时空观 所以大家都很熟悉 日常生活也都是这样 但是这个东西偏偏就是当你的速度很高 接近光速的时候就不对了 大家怎么知道这一点呢 这也不是通过任何理论 这是一个实验的发现 就是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地球是在运动的 它既有公转也有自转 所以光在地球的不同方向 比如说一个精度的方向 一个纬度的方向 它的这个速度应该就是不同的了 然后在19世纪的时候 真的有人去做这么一个实验 叫做麦克尔森莫雷实验 他去测这个光在地球不同方向的速度的差值 这个实验设计的非常精密 如果你有一点差值 它都能给你测出来 但是实验的结果上所有人都大吃一鸣 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差值 然后这样一来 整个物理学就都轰动了 然后大家拼命的想办法去填补这个漏洞 你再向各种方法来解释 这是为什么测不到差值 所以把整个物理学就搞得知灵破碎不成样了 然后直到1905年 这个爱因斯坦就跳出来了 你应该把光速不变本身作为一条基本原理 然后用它去推出其他的所有东西 然后就这样呢 它又推出了狭义相对论 这是要说明一下 它狭义相对论总共就两条原理 一条是这个光速在所有参照器当中都不变 光速不变原理 还有一条叫做相对性原理 它说的是 所有的物理规律 在任何的惯性参照器当中 形式都是相同的 什么叫做惯性参照器呢 就是做匀速直线运动的参照器 只要这两条就够了 它就足以把所有的物理学都推出来了 就是狭义相对论 然后这个狭义相对论呢 它有很多惊人的推论了 比如说这个中慢效应 使说效应 智能关系 这其中我们吃瓜群众都知道的 可能就是智能关系 就是E等于MC方 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这个东西 它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核武器 你可以不用管那个核反应 那个具体的过程 但是你只要知道这个核反应 前后的那个质量差 能于是它放入多长的能量 就证明那个能量确实非常大 一颗炸的就足以回到一个城市 所以如果有谁不信 狭义相对论 你可以给它一个非常硬的证明 就是核武器 狭义相对论里面 跟以前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时间和空间给混到一块去了 以前呢 时间就是时间 空间就是空间 这样的东西 绝对不会混搭在一块的 但是呢 在狭义相对论里面 这个时间跟空间的关系就好比 这个我们先学的这个解析几何里面 X轴和Y轴的关系 你想去做解析几何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 你先画一个坐标轴 X轴Y轴 然后你开始解题 但实际上呢 无论你那个坐标轴怎么取 最后解释的结果总是一样的 两点之间的距离总是那么长 然后两条直线之间的夹角总是那么大 不可能因为说你换一个坐标轴 得到结论就不一样了 狭义相对里面的这个时间和空间 也是这样的关系 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当成X轴 空间当成Y轴 这是 然后呢 这个坐标变换呢 就是一个坐标系的变换 所以这种结果啊 你会发现 这个时间和空间各自都不重要 只有它们的组合才重要 就像解析几何里面 X轴和Y轴各自都不重要 只有它们的组合 那个坐标系 才重要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 这个时间和空间搞到一块去了 从此之后 你最好把它称为时空 再也没有单独的时间和空间了 那时空本身会波动 又是怎么回升 这个又是广义相对的一个结果 狭义相对的里面都没有 这个我们得说明白一下 就是它波动 到底是什么东西波动呢 准确地说是时空的趋率 什么叫做趋率呢 你有一张平的纸 你怎么知道它是平的 你当然说你在外面看一眼 你知道它是平的 但是如果我们就生活在这张纸上 我们不能出去 我们不能向外看 应该怎么办 实际上你也有办法 就是你画一个三角形 看看它的这个三个内角核 是不是等于180度 或者你画一个圆 看看它的这个周长 是不是等于半径的二拍倍 实际上就是看它 是不是满足平面积和那些定 如果说这是一个凸起来的面 比方说是个球面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画个三角形 三个内角核大约180度 比如说 它甚至可以使得三个角 都等于直角 这就是那个三个大圆的边 三个大圆的弧 作为这个球面三角形的三条边 那它三个内角核 等于270度了 然后呢 你画一个圆出来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周长 小于二拍乘以它的半径 诸如此类 你就会发现 它跟平面积和就偏离了 所以你知道这个面是凸的 反过来如果这个面是凹的 比如说是个马鞍面 你突然也会发现 所有的这些现象 只不是相反的方向 比如说三角形的内角核 就小于180度了 如此等等 所以你可以通过实验来确定 时空任何一点的区率 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呢 因为狭隐狭队的 那个基本的出发点是说 任何的物理规律 在所有的惯性参照器当中 形式都不变 这显然在逻辑上 这还没推到底嘛 那人们肯 想要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非惯性的参照器怎么办 所谓非惯性参照器 就是有加速度的参照器 就是不做运速 直线运动的参照器 然后爱因斯坦对此解答是这样的 我们来想一想 引力这个东西怎么回事 你有一个引力 意味着这个引力呢 是正比于这个物体的质量的 但是呢 这个引力产生的效应 又是给这个物体 产生一个加速度 对吧 这个加速度呢 等于这个力除以质量 哎 看又把这个质量给除掉了 所以这种结果是产生一个加速度 跟这个物体质量又没有关系 所以呢 一个引力实际上就等价于一个有加速的缠造器 你是无法分辨的 比如说你现在地球上 你感到有个重力加速度 你跳起来总会落下去 然后假如你在一个太空飞船里边 然后你远离其他所有的星球 然后这个飞船呢 再以等于地球的这个重力加速度 这样一个加速在前进 那么你看到现象是什么呢 你还是会感到一个重力啊 你跳起来也会掉下去 然后所有东西也会往下掉 你不会看出它跟地球有任何的不同 你如果不从这个火箭往外看的话 你是无法分辨 你是在地球上 还是在这样一个飞船里面的 这叫做等效原理 所以呢 它就是根据这个等效原理 就把这个狭一小的论 推广成了广义相对论 然后这个广义相对论 基本思想就是这么简单 但这个数学就很复杂了 它里面最基本的这个数学公式呢 就是空间每一点都有个区率 然后这个区率呢 是由这个物质的质量的分布决定的 所以它通过质量来决定了区率 然后通过这个区率 就可以决定物体怎么运动 怎么个运动法呢 广义宣战论对物体的运动 给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 非常复杂的描述 但是跟实验符合的很好 它的描述是这样的 首先呢 任何一个有物质的物体 都会是时空产生区率 这刚才已经说了 然后呢 在一个有区域的时空当中 这个物体怎么运动呢 它就沿着这个时空当中的 短程线运动 所谓短程线就是 两点之间距离最短的条线 如果这个时空是平坦的 这个短程线就是直线嘛 所以你就看到 它就是直线运动 那就是匀速直线运动 这个没有任何的气息的 如果这个时空是有区率的 你会看到什么呢 它就在走 它这个短程线就变成曲线了 它又在走曲线 然后你在外面看起来 你就会感觉 哦 它是受到某个物体的引力了 所以引力实际上 是这样一个几何的效应 比如说 太阳系是怎么回事 太阳是个质量非常大的物体 然后呢 它使时空产生一个很大的弯区 然后地球呢 在它这个时空当中 它受到太阳的这个作用呢 它就是 它做的这个短程线 其实就是地球绕太阳的那个轨道 现在远处看起来 那地球本来应该走直线的 但是它现在走的曲线了 这就是受到太阳的引力作用 它绕很大一个弯子 但是它给出来的那个预测呢 却是非常清楚的 所有的实验都证明 它是正确的 但凡是广义相对论 跟尤顿力学有点不同的地方 所有实验都证明 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 尤顿力学是错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